Lofoland 3B 開售延續了過去多期的窗旺燒程 我們售出單位八成半 我們現場所見 其實非常多向遇客 所以我們會短期內再次公佈銷售安排 我交給陳先生交代我們昨天的賣樓情況 昨天一如以往 我們先是大手A組 A組方面的消息都很方便 包括先說三房 三房 我們六百石以下的三房很快已經全數公佈 然後大手客亦不少 我們總共有九組大手客 每一組大手客都是賣兩個單位 至於最大手的是買了兩個單位 積資超過一千一百六十萬 看到我們無論是用家也好 投資也好 今次的反應都非常好 尤其是有些都是買來 好像我們之前估計 還是收租作為一個長線的投資 因為始終這裡的租金報告都非常吸引 所以有賣音樂項目的條件都齊齊了 包括交通、同會所、其他配套 其實已經是準備好 所以客人都非常滿意 至於B組 B組我們選擇的速度都非常高 昨天我們差不多未夠三點用 其實已經整個B組接近完成整個銷售 當中我們的開放式和一房都是很快的沽清了 只是我們正如少量的兩房 以及少量的六百呎 以上三房是未消售的 叫做全屬消售的 所以都非常多的享受客 希望我們盡快可以加追單位 讓他們可以減少到心意的單位 我們會全面的 盡量由開放式二至三房 因為每一種會形都有在乳客 希望可以全面覆蓋到 滿足他們的要求 至於消售安排 之前會否再加推多一張假單 我們會考慮一下 因為之前大家也看到 我們有些假單單位是未推出的 我們看看有沒有一些單位 有需要再加推 當然我們不會推少過兩成的單位 亦都考慮有機會推受部份的特色 這是我們考慮的資料 次輪之後安排之前 會否再調整一下單位的價錢 價錢就一定不會調整 其實我們價錢都非常吸引 客人亦都非常受落 你看到昨天有些客人都買得很開心 覺得我們價錢非常合理 兼且吸引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價錢 是非常正確的 已經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最快都是周末會次輪銷售 下星期吧 我們盡快吧 劉先生 其實看上半年的一手交投也很暢旺 有沒有集團今年以來的收入數字 應該都大幅上升 單位的數目我現在給不到你 不過我相信如果金額 我相信會是接近一至六月的銷售金額 當然包括我們接下來的星期賣的Loboland 以及較早前我都說過 其實我們第二季推銷地警員 那個反應非常熱烈 因為我們將單位裝修和大堂都翻新 那些賣家非常受落 其實我們都賣了四十多間 其實以金人來看 我相信都是接近三十億元 可以賣不賣了 那我相信去到六月底 我們上半年的銷售金額 會大約是150億左右 或者接近150億 那我們是繼續預有納賣的 或者預告先 第三季我們將會開售 太子道233 負債項目 跟著就要啟德地王項目 天曬天 絕對是不會寂寞的 所以大家 下半年的一手交投量 是不是都看好呢 我相信如果是配合到 我自己看 如果配合到九月減息 我自己覺得 應該是今年的情況 應該是價穩量升的 價錢可能會有一個溫和升幅 量應該是我們會看到 會更進一步 那如果上半年150億 比去年同期升了多少度 我們通常是全年計的 其實我們今年 我們應該是 對上一次公務業績 我們銷售目標 是230億 因為我們6月底是連結的 今年毫無疑問 將會超標完成 一定超過230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